还真的有oper的样子!洪天明原来是混血儿!网民,怪不得眼睛眯眯的? 洪金宝是华语影谈着名的演员、导演、监视、武术执导等,是香港影视圈的大佬之一。 近日,曝光了一组照片洪金宝和老婆,儿子洪天明,欺负周家为出席电影展。 洪金宝的现任妻子高丽红却意外成为了焦点。 许多网友看了照片后,都称赞洪金宝混血妻子高丽红的魅力,甚至有人觉得赢过儿媳周家为。 事实上,高丽红并非是洪金宝的原配夫人,早在1991年洪金宝就与原配曹恩玉离婚了,曹恩玉是韩国人。 曹恩玉为洪金宝生下有三个儿子跟一个女儿,他们分别是洪天明、洪天强、洪天照、洪旭渝,跟洪金宝离婚后一直未婚。 当年,洪金宝事业如如日当天,结婚没几年,洪金宝就本乡毕露,每每在夜店乐不思蜀,夜不归宿,还跟自己的女徒弟高丽红打得火热,1991年,洪金宝甩得远配,同年娶了高丽红。 而洪金宝丽红则并没有孩子。 洪金宝的三个儿子现在都在娱乐圈里打拼,令人稀罕的是有这么一个老爸他们三个却始终不红,洪旭渝现在在银行上班,当普通白领。 大儿子洪天明1997年就出道了,20年的时间演的大部分都是配角,名气跟老爸相比的确是天壤之别,他参演过《新警员故事》、《杀破狼》、《活佛纪公》等影片,2012跟女友周家未完婚,婚后育有两个孩子。 二儿子洪天强,又曾经组过一个乐团,还推出过专辑,不过名气吧,算是三兄弟里在娱乐圈里存在感最低的。 小儿子洪天照,左,2002年出道,参演过《逆战》、永春、天江熊师等电影,也是没什么名气。